黑色轿车停在健身房门口 一名白衣男子下车 手拿球棒朝着大门 就是一顿猛杂 扎到球棒都喷飞 人摔倒在地还觉得不够 又连续倒车冲撞 犯后随即逃离现场 只是他撞的就是馆长陈之翰 位在新北市领口的健身房 诶先生你的车吗 刚刚有人检举围挺 证件借一下好不好 嫌犯开车一路逃到新庄 遭远警难解 以围挺当作话术检查证件 确认他就是杂点嫌犯 重回事发现场 可以看到大门的两片玻璃 都已经碎裂 而为了顾客安全问题 员工特地在上面 贴了警告标示 请勿触摸 什么不满吗 我来给我自己讨公告的 陈基嫌犯移送警局时 气愤喊话 在他和馆长是如何结下梁子 公布他的前科 还有他的个资 所以导致他现在没办法 正常生活也没办法工作 每个人都有过去 难道馆长没有前科吗 大家自己注意点就好了 真的是枪炮跟毒品前科 就是这段2022年的直播 不满馆长公布各资前科 前半的今年四月 到警局提告妨害名誉 但官司传送至今没有进展 加上工作不顺 他认为是馆长直播 所带来的后果 这才杂点泄愤 跟那个保和会开枪一模一样 九月初的时候 人在三重 去加会员 他直接说到早午 馆长怀疑是过去 健身房三重加盟店 延伸出了经营纠纷 财遭寻 只是今年六月 他在台中的分店 也被用同样手法冲撞 就怕背后案情不单纯 警方将持续追查 三星期五正下 才行宣新北朝报道